網路觀察組織Greyfile.org聲稱 蘋果公司的儲存和備份服務iCloud 在大陸遭到駭客攻擊 Greyfile.org推測 蘋果iCloud這次遭到攻擊 可能與香港戰役中運動的圖像訊息 被分享到大陸有關 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 降至5年來最低水平 放款至7.3% 主要受樓市滑坡 內需及工業產出不振拖累 中國無法實現年度 經濟增長目標的機率越來越大 花旗銀行經濟學家丁爽說 他仍認為未來存在下滑風險 第四季度增長可能低於三季度 原法輪功研究會義務聯繫人 北京法輪功學員王志文 被非法關押15年 從監獄出來後 立即被轉往北京昌平 一個洗腦班被繼續迫害 據前往接王志文出獄的 國內親屬介紹 王志文目前身體狀況很差 不到一個月前突發腦血栓 出獄後被送新老班前一天 還在醫院中 王志文在出獄當天 表現腦血栓後一陣症狀 並且患有多種疾病 到了廣東省東莞市一名女子 日前用自動櫃圓機提款不成 銀行卡無法退出 一怒之下徒手拆毀ATM 到了網友尊稱她為女俠 還笑稱高手在民間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到達 到達 感谢观看